EMS 于12月1日早上11点举行了线上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 我的城市有多绿 树木和公园如何延长寿命 随着我们许多城市的发展 树木和绿地通常被视为只不过是绿化策略 现在我们知道树冠和公园空间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 和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 高速公路和棕榈树历来将洛杉矶定义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但新的研究和气候变化的现象 促使人们推动建设更多更好的绿色空间 并努力解决公园和遮阳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菲尔丁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发现 增加城市绿化树冠和公园空间 特别是在绿化平法地区 可以使整个洛杉矶县的预计寿命延长近100万年 并显著改善低收入居民生活的颜色 会议上洛杉矶加大环境健康科学部博士后 教授迈克尔介绍 整个社区的公园和树木越多 该地区的预期寿命就越高 他指的是2023年7月 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 该研究发现将洛杉矶县的绿地面积提高到中卫水平 可以增加资源平法社区居民的集体预期寿命 为90万8800岁 洛杉矶市首任城市森林官员雷切尔·马达里奇表示 更多树木和公园带来的健康 一处不仅仅取决于种植 为了实现这些好处 我们需要拥有健康的树木 并定期维护 以便在最需要他们的社区中度过完整的使用生命 雷切尔介绍了洛杉矶市的绿化政策 该市的城市森林规划管理有四个支柱 种植新树木 维护现有树木 在新建设和开发中保护这些树木 以及让与这些树木一起生活的社区参与进来 环保提倡组织Tree People 林业高级总监马克思介绍了该组织 为了提高城市绿化做出的努力 其中关键的一点 是将不同地区的绿化需求进行排序 优先优化需要绿化的地区 他表示 未来将尝试正视员工和志愿者 共同工作的模式 更多鼓励社区民众参与进来 洛杉矶邻里土地信托基金项目经理张迪表示 为服务欠缺的社区投资更多绿地 意味着投资这些社区 让这些社区成为该空间的管理者 该基金自2002年成立以来 已创建了约30个公园 以及占地21英亩绿地的花园 可提供超过50万洛杉矶县居民使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研究所 拉斯金创新中心和环境叙事策略研究室的 兼职助理教授乔恩·克里斯腾森表示 在努力纠正绿色不平等方面 洛杉矶是全球关注城市生态系统的典范 乔恩介绍了绿化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并表示期待与更多社区组织和政府部门合作 提升城市的绿化空间 海内卫视记者 陈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